农历年即将到来 台彩发行2000元呱呱乐 截至目前2000万头奖尚未刮出 不过首个二奖 200万家进口休旅车 降落高雄 彩券行的员工回忆 中奖的幸运儿先到庙里求好运 结果真的中了大奖 还开心的说终于有新车了 彩券行业者 开心在门口点击鞭炮庆祝 因为台彩公司最受瞩目的 2000元超级红包 在这里刮出二奖 全台首张二奖呱呱乐 就在高雄新兴区和平路上的 这家彩券行开出 根据彩券行员工的描述 中奖男子大约50多岁 18号中午 他还特地先到附近的庙里求好运 花仲当下还不太相信 直到店员确认后 男子才开心欢呼 终于有新车开 最近我跟我分享的是想说 希望可以刮刀冰尺车 他先拿给我看 我就抓住他的手 确认 彩券行员工还说 这位幸运儿是店里的常客 去年就已经刮中一百万 没想到今年直接爆走二奖 堪称最强幸运心 中奖消息一出 许多民众也来试手气 感觉我也有机会可以刮中 想说真单喜气 等一下要加买 刮刮乐试手气 今年台宰推出2000元面额的刮刮乐 奖项再升级 光是投奖2000万就有7个 比去年多了两个 二奖及三奖 也分别有10个几850个名额 奖项增多 加上疫情逐渐解封 民众买气也跟着提升 今年真的是比去年好 真的有一倍 就是疫情下有比较降下来 所以其实蛮多客人都会在现场挂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 各式彩券销量倍增 民众不只沾洗气 还要试手气 听大奖就判人议员发财梦 记者王超行徐兄 高雄采访报导